今天重點想說ADJ和ADV Aditive 連用詞 連用詞中文就是的 Ever是地 中文的Ever是放在動詞的前面 但英文未必是 通常放在動詞的後面 形容詞 通常只有兩個擺位 1. 字的後面 2. 名詞的前面 而Ever的擺位通常位於 第二類動詞的後面 Nail 我是一個懶的學生 I am lazy 那就是 I am a lazy student 那我是一個懶的人 做功課當然是懶著懶著 做功課 我懶惰地做功課 那就是懶著懶著做功課 但英文就要說我做功課 嘻嘻地 做功課 第類動詞 Homework 數不到名詞 Dias 嘻嘻地 第類動詞 我只要用Ever Ever 是不是每個字都有Ever 不是 Ever 是不是一定要有Ly 都不是 九成九有Ly 但有些例外 Fast Well Hot 是些例外 應用詞 放在B 後面 應用詞 可以放在名詞的前面 或者B 後面 但是 第類動詞 你要運用的時候 你不可以跟ADJ 你形容第類動詞 只要用到 呼詞 嘻嘻嘻嘻地 所以千萬不要在ADJ 和ADD撈亂 一撈亂 就會出事 來了 Ever 大部分有Ly 那Lazy 算Lazily 對 學校這樣搞得對 但是還有一個捷徑 去創造一些新的Ever 例如我說 I do homework lazily 可以這樣寫 或者Man 不要說話 李斯威 好了 其實他的意思 剛剛這裡說 我懶惰地做功課 這個也是我懶惰地做功課 但是留意這個Ever 不是一粒字 是1 2 3 4粒字 這4粒字 都是有地的意思 但是中間這粒 其實是形容詞 我借了一個形容詞 去組成一個 新的 獨立的Ever 所以你考試想玩2、3個Ever 而你不記得 Ever 很簡單 In a 什麼 way 還有第二個玩法 I do homework in a lazy manner 再說多次 我們是借助 我不記得Ever 但是我知道 第二類動詞 後面只可以跟Ever 怎麼算好 In a 什麼 way 將動詞借助 Ever用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這裡一組 自己作一組 另外 B加Ing 作三句 Ever 要作三句 我再說一次 Ever 英文通常放句尾 Ever 通常有ly 但是不一定 有些新的Ever 就是 In a 什麼 way 借個 adjective 去創造Ever 出來 希望這個 grammar 幫到你 我們基本上 作文不需要特別創意 而是 你一分都扣不到 當我們 Granma 動詞、名詞、意用詞、呼詞 樣樣都適合 的時候 老師想扣我們分 都基本上扣不到 扣不到我們 那就唯有被滿分